另外一個問題 之前有同學遇到的狀況是說 他後面這個意義沒辦法改 為什麼沒辦法改呢 因為這個意義是來自於另外一個儲存格 儲存格的資料是固定的 他沒辦法動 他一定是數字 也會有那種狀況發生 如果你這樣的話 這個錯誤你如果用剛剛這個方法一定是錯 那怎麼辦呢 有一個方法 就是說你必須要知道有沒有哪一個 哪一個方法可以把這樣的一 變成這樣的一 這個過程實際上就是什麼 其實就是把文字轉成數字的過程 不過前提是你這個文字裡面一定要是數字 它才轉得過去 如果裡面不是放書 那就轉不過它會失敗 那就出錯 概念應該可以理解 所以這個是一個問題 那這個問題怎麼解決 那解決我講過了 你要解決某個問題 你就需要某個函數 那你要想說哪個函數可以辦得到 如果你找到那個函數呢 那你就拿來用 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OK 所以呢 哪個函數可以做到這一點呢 知道有哪個函數嗎 如果不知道當然我們可以怎麼樣呢 可以先在旁邊先點一下 然後呢 插入函數看看 它應該理論上文字類的 那文字在哪一個可以辦到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是建議啦 平常有空 如果你想要徹底了解 Excel裡面函數能夠做到什麼 不能做到什麼的話 其實你就是看下面這邊都有說明 像這個ASC就是把全形轉半形 那BIG5的話就剛好顛倒 把半形轉全形 然後CHAR的話呢 就是找到那個對應的字元 比如說它那個內碼的位 內碼你給它一個數字 它就告訴你這個內碼 到底對應到是哪個字 諸如此類啦 OK 所以其實每一個 如果有空的話 最好是每一個都知道 如果你每個都知道的話 那你應該就知道答案了 但是喔 剛好我們要的這個需求的函數喔 其實它剛好是哪一個 其實剛好最後一個啦 哪一個 你會發現最後一個叫什麼 叫Value 有沒有 底下告訴你 Value這個函數呢 它可以做到什麼 什麼樣的這個結果呢 其實就是什麼 將文字資料有沒有 文字 轉換成數字 有沒有 所以呢 假如阿納 它很簡單 就是把這個資料放在中間 外面包Value 刮幅起來就OK了 所以喔 如果要用Value來幫忙的話 那怎麼做 其實很簡單 只要在剛剛的公式 有沒有 一樣喔 如果你要再恢復剛剛的公式 很簡單 就是再點一下 一幅的位置 然後再插入函數 它就跳回來了 OK 所以如果你要重新再修改 公式的話 一般我是習慣這樣 點一下 然後再插入函數 它就跳出來 再讓你修改 OK喔 那 只要在這個 有沒有 這個是什麼 這個得到的字叫1 那我要怎麼把Value包在外面 很簡單喔 其實跟那個 上個禮拜用的那個int很像 就是 在 自己打好了 直接在這個Mid前面 加一個Value Value 然後前刮弧 後刮弧 後刮弧 後刮弧記得喔 包在這個公式的尾巴 所以在等號的 左邊的地方 再加個刮弧 那這個時候 後面這個就不要改了 你已經轉了 你不要再 沒事再加上這個 那加上這個 反而更錯 有點花蛇天主的味道 OK喔 你就不要了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我後面不改 你會發現還是變True了 意思就是說 經過轉換之後呢 兩邊其實就可以Match了 所以這個方法二 OK喔 所以這個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你在學函數 之餘還有一個問題 文字跟數字 我發現真的是一個 很多很多人的一個罩門 其實所以如果出這一題啦 你就可以知道說 到底他懂不懂文字跟數字的差異 如果你文字跟數字 差異搞不清楚的話 說真的 你也不能說 你會用那個什麼 Excel裡面的函數 這個其實還蠻重要的 這一點 確定就OK了 好 那把它向下填滿 得到答案會不會一樣 一模一樣 所以反正你觀念正確 基本上你在使用函數 就可以很輕鬆的 很快可以解決一個問題 但如果不會的話 哇那麻煩了 你就變成土法鏈鋼 土法鏈鋼變成什麼 慢慢就自己在那邊踹半天 那當然一定 得不到正確答案 比如說像後面這個綜合練習 我的希望是什麼 這個就是什麼 標準的格式長這樣 那這個後面就是他後面需要加的數字 那當然不是叫你用什麼 用土法鏈鋼 0.9.11 一個減號 0.8 一定要4 減號 0.07 有沒有應該看得懂這意思 那裡面的話當然 有哪些是沒有的 有沒有發現 這個沒有的 所以自己要加上去 0.9 這個要加上去減號 有沒有 然後補0 減號 有沒有 所以基本上的話 大概會需要有幾個地方 需要拿來串接 那這個的話 當然你們可以思考 如果你不會用對的函數 那你變成怎麼樣 像這個資料都是幾萬筆 像這個是客服人員他們上課 上的課程內容的一個範例 OK 如果你連客服人員要整理資料 你都沒辦法做 那說那你怎麼下班 你光客服人員最後要下班 請你交出報表 交出資料 你光這個你就 就弄到可能 你一整天可能弄了幾萬筆 那最後怎麼辦 你可能要卡在這個地方 那如果你會那個公事 大概不到一分鐘 把公事打上去 然後快點兩下 就OK了下班 一個是大概不到一分鐘 一個可能弄個一整天都弄不完 所以其實這個差應該效率差十萬八千里 當然喔 現在企業很聰明 企業想說 匯根不會差這麼多 那不如我來的時候 我今天找匯的就好了 所以他們可能會有一個技能上的需求 就是你要來面試之前 那你先要通過這個測驗 什麼測驗 就是你的意思要函數熟不熟悉 所以請各位先試著 把剛剛的這一題 試著改改看 我剛剛是改那個value OK 就是value部分 那在做中間練習之前 其他還有一些 像底下這邊還有這個 比如說從開始位置第一個字 取四個字 結果 然後這個是從第八個字 應該是取SUNY這個 那第八個 算一下S開始 那取五個 其實就得到SUNY 然後這個是從第三個字 就是取兩個字 就是成績 但是這個題目有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你插入函數 你一樣可以用MID 但是會出現什麼問題 這個文字 從開頭就第一個字 取幾個字 取四個字 有沒有 然後按確定 看到是OK 0551 沒錯 按確定 但是你會發現 奇怪 出來的時候 奇怪 怎麼跟上面的公式一模一樣 奇怪 奇怪 它怎麼不是結果 請各位注意一下 這也是故意 增加一個這個地方 常遇到的狀況 其實如果你將來遇到這個問題的話 一定是什麼地方出問題呢 就是背後的格式 也就是預設的格式 怎麼改 按滑水右鍵 儲存格格式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一般習慣是右鍵格式 格式裡面 預設是通用格式 按右鍵儲存格式 你會發現 跳了一個這個 這個預設的話 一定 如果你什麼動作都沒設定的話 一定是第一個 通用格式 那如果說 這題為什麼出錯 你可以看到 它跑到文字了 也就是說 你如果將來 你假設那個儲存格 你要顯示的 不是要結果 而是要公式 那你就先改文字 然後按確定 再去輸入公式 它就會顯示公式 可是如果你要把它 恢復成結果的話 那怎麼辦 很簡單 再把它改回來就好了 第一步 先把它改為通用 所以 一先改為通用格式 按確定 那你說 老師這沒改 還有第二個步驟 二的話 請你把游標 放在資料編輯列上 打勾 有沒有 就OK的 就是這樣而已 OK 其實也沒什麼 因為這一題常同一個卡數 然後向下填滿 當然你可以填滿 不過填滿它會 延續上面的公式 第一個字取 對 這個就改一下 這應該蠻簡單 應該大家都會 第八個字 取五個字 有沒有 這樣改一下就好了 打個勾 我覺得有了 這個的話就是 第三個字 有沒有 取 兩個字 當然你取四個字 我可以 你想說 老師後面沒有四個字 如果你打勾會怎麼樣 還是成績 因為大於的話 他就取剩下來的字 就對了 OK 其他還有 left 跟 right 這個我想比較簡單 請各位自己練習看看 left指的是什麼 我要取那個文字的 從左邊算起幾個字 然後 right 剛好顛倒 從右邊算過來幾個字 那這一題就比較難 left這邊有一個 這邊如果是男生有沒有 那就是取他的性 再加他的性別 但是性別要把它改成 先生或小姐 所以這個應該出現叫 吳先生 這個叫張小姐 欸 可是問題來了 那要怎麼做 這題 可能又是一個比較難的 OK 請各位先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我們也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 所以請各位待會有時間練習一下 像 left or right 剛剛 mid 把它做完一下 然後再來就綜合練習 所以基本上就是把那個 函數先熟悉 我可以先試試看 哇 很快 好 好